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一班跨界别的专业人士而组成的义工团队 当众包括来自商界、社福界和学界 希望运用商界持续创新的经验 社福界的以人为本精神 以及结合学术研究三方面去推动香港社创发展 志在提出方案帮助社企营运更加强顺 在赚钱之余都能够帮到社会 即是他在做生意赚钱是得益 但社会也有得益 他叫做共享价值 就有价值给企业、股东 也有价值对于社会来说都可以做到 我们更加希望商界都可以想多些关于 如何透过支持社企 去对社会作出贡献 所以大家可以见到 就算做企业的义工也好 其实都是三赢 其实不单止持续团体或者社企 去得益 企业得益 对于企业的义工也是得益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不如何乐而不为 不如尝试做一件事 是能够winwinwin三赢 而香港社创学院的成立 就是希望透过创新模式 令社企可以制造社会效益之余 同时能够持续发展 社会创新其实是一种持续改善的过程 而不是一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能够有方法、有步骤 这样慢慢实现社会创新 达到他们想做到的事 就是令香港社会更加美好的这件事情 除了香港社创学院 2011年4月 丰盛学堂已开展第一个会员聚会 在短短5年内 已举办超过40个活动 内容除了是社企管理知识 亦都有个案分享 我们希望知识和经验 变成这个知识体系之后 可以帮助他们有一套武功 而这一套武功是帮助他们 在整个社创和搞社企的发展过程里面 令到有一个协同的效应 除了出书 2014年与中大合作 成立社创校园通通式 为通式科老师和高中学生 提供教学支援和培训 透过体验学习 给学生认识 这些受助者的生命经历 转发式的学习 提高学生的高阶思维 从而培养学生的关怀文化 希望他们可以创意改变社会 希望启发学生 成为YAR Social Changemaker 目的主要是在教会群体里面 我们去推广社会企业理念 还有我们想去推动 教会群体和信徒 参与社会企业 另外又不忘大众层面 四年前开始搞十一良心消费 第一次就为社会企业和公平贸易 带额外130万元的营业额 2015年我们也吸引了 125间社会参加 一共造就了4万1千人次 光顺社会的纪录 也做了790万以上的 额外营业帮助社会 我们觉得这个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亦是因为这些成绩 令到良心消费有吸引力 可以继续营养下去 对于将来 希望可以在不同的界别 创造更多社会的新发展 我们希望做更多的连结 我们不单止是连结社会企业 一起如何推广这些事情 我们不单止是透过 共享价值的连结商界 我们亦是现在做的 社畅行通通式是连结学界 我们也希望连结中校群体 因为中校群体也有 他们特定的信仰价值 取向的人 他们支持良心消费 可能他们的力度可以更加大 整一个跨中派跨同会 是在明年 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大型的展销会 或者做一个拔沙 令到给社会各界人士知道 一群信仰 一群有基督教背景的人 不只是说 而且还在信仰里面有实践出来的 希望社企与消费者 能够有更加亲切和亲密的接触 令到他们了解他们的 商品和服务之外 更加了解他们配合的理念 将来可以有更持久的发展 可以成为合作的伙伴 我们希望接触不同界别的人 希望介绍他们什么是社会创新 以及介绍他们如何量度社会效益 我们希望慢慢透过不同界别的人 去学习如何做社创 其实最终就令到香港更加好 过去两年 我们已经有166家学校 200位老师 6000个学生 参加了我们的活动 其中参加体验工作方的学生 有78% 是愿意行动去帮助弱势社群 未来两年 我们会继续努力 培育更多的学生 以创意转发社会 是有一个空间 可以 不需要再维持弱势 而可以融入社会 整个社会 那个转发就在这里发生了 不再是有人有 有人就一定要没有 也可以大家都有 开心 不需要新疗 提论